经康熙61年3月18日快到了 这一天是康熙皇帝68岁受臣 更是他登基满60跨61年的大庆 朝野上下都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盼望鱼鹿蒲将恩泽君战 正当民间自发的张灯结彩 颂圣起伏的时候 宫里却静悄悄的 毫无大庆的迹象 慢点点 别摔一点 都忙什么呢 皇上 今儿不才三月三吗 等等 等等 你们这个孝心 朕都知道 朕今天还想看点书呢 你们跪安吧 跪安吧 舅哥 舅哥 花阿玛在等什么呢 他在等待西北战场的胜利消息 看样子 老十四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是越来越重了 十四帝如雾 时机尚未成熟 千万不可除兵 须知道 我军凯旋之时 也及五帝解除兵权之日 老厄 八爷叫我们按兵不动 你的看法呢 农才是个带兵的 按照眼下的情形 似乎应该出兵 可八爷 他这样认为 我觉得必有他的道理 什么道理 吴飞 就是怕我们打了胜仗 压了他 十四爷 您怎么能这么说 你觉得我这样说 是反叛的 对不对 这 十四爷 老子 你太老实了 十四爷 这信从哪来的 你先不要问 是从哪来的 你只说 这是不是八爷的笔迹 这确实 确实是八爷的手机 可八爷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人心难测呀 八哥待我 原本也无话可说 可是就为了 这大将军一职 他才开始怀疑上我了 派雅各齐塔宁来监视我 后来见我重用了你 就一信你倒向了我 这不 他一边来信 叫我按兵不动 一边派人给雅各齐烧信 叫他暗中放你的冷箭 这下 你明白了 您的 我真瞎了眼了 十四爷 那个松心的人在哪 把他交给我 什么 你真想和八爷做对吗 十四爷 你说我该怎么办 听我的 你就没事 当务之急 我们得立刻出兵 敢在皇上万寿之前 打一个大胜仗 然后 我派你进金报捷 附带将我的寿礼竞成 皇上一高兴 你升了官 八爷 也就无奈何了 十四爷 奴才愿听您的 好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梁草 年耕瑶 我已经缺了几道命令 他总是借故推堂 没有梁草 我想打这仗 也没把握 快点快点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拿紧点 这儿 顶之台 两头都与备齐 何时起运 大人 梁荣 心已收到 你能试试禀告我 然后实行 我心甚畏 前方军事 牵扯到朝廷安危 往肃江粮草 全部运往军前 窃窃勿污 索签军饷 让李渭来经办理 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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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粮草到了 粮草到了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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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粮草到了